我幫大家從影片當中 其實慢慢的就可以感受得出來 從神廟接關城 是過去台灣的大門 那如今它又多了一個圖線 叫做台灣首座光之廟 那我想這個計畫 其實要從去年的十二月來說起 那去年十二月中向關鍵基金會 高中市長還有許民集計長他們的同僚還到台南 其實他們一直在尋找一個 他們基金會這幾年在激情揮動光的美學 光的環境等一個示範的一場 其實它當時是一個示範計畫的想法 所以我記得一開始是從安平早起 那後來早早早天 竟然是落腳在委屈的接關城 風神廟這個一場 所以當天的示範計畫 那我後一休 很多應見的朋友 都去到現場 那有個週年老師 還做示範 其實先前他們已經在風神廟忙了一段時間 去把一些框線 開始做設施 把一些不要在光源的東西 把它遮起 所以剛剛有位朋友 如果我說這會不會透漸 那其實我們這個計畫 是從減房開始 就是從一個空間 不必要的一些光源 一些燈具 其實它是影響到我們的視覺的 把那些部分都把它擋起來 很印象很深 周老師當時就說 欸局長你用你的手把那一盞燈遮起來 你再看看 欸你眼前的這個景觀 是不是更清純 欸的確沒錯 我們就非常壓力原來 並不是說 哇很亮 就是一件好事 其實反而 是把不要的光源 把它撕掉說 你反而可以看到 它的古蹟非常專严的一個面貌 那整個夜間的 溫會完全就是不一樣的 所以那個示範計畫之後 在BBR又有一個做團會 哇很多人都發表了 他的一些新的感想 其實聽起來都非常非常的感動 但是大家 統一有一個共識性就是希望 這不是一個示範計畫 是希望要有一個真的示範點 讓大家隨時隨地 都可以去感受得到 所以我想基金會 跟董事長還有自己看 應該在當今 也感受到台南的熱切的判斷 所以我們回去之後 也跟董事會來爭取 希望就用風神妙計畫 來做一個示範點 那從這個示範點 再去發為它的一個影響力 那也非常感謝基金會的董先生 大家的支持 從一陣的計畫 所以到 一直到今年 我們這個計畫已經不安定了 那也即將在9月13號的晚上 要來做這個開幕 我想這個過程的背景 舉出來和大家做這樣的一個報告 那也非常感謝周邊老師 他是一個國際的燈光設計師 他願意來到台南 那花了很多時間 像異國的赤頭跟班 他希望可以把這種光澤美學的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雖然他今天連到基金會 當天會來 當天 我記得當天 有人說要幫他設個廟 是 光神廟 我看周圍的那個光澤美學 我想他也知道 還能感到熱情 那 我想 最近他們已經開通過一張的 那 謝謝周邊老師 我待會兒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跟以前 到底有什麼樣子 會做什麼樣子 那我去看的時候 我就發現 那個 那個 烏神爺 跟這個 雷公店 感覺起來 很像笑笑的 他們的表情 在夜間的時候 比以前 看起來 更柔和 更清楚 以前因為有一些光的感染 感染 所以看起來 並不是那麼的清楚 那現在是 完全完全是不一樣 我想 9月13號 邀請大家 一起來見證 台灣首座的 這個 光之廟 應該會讓大家 瞭解 為什麼 它叫做 光之廟 跟安庭總總的 光之教 我想是可以 例如的 那 再次呢 感謝各位美女朋友 今天來參與 另外 我們這一次 還有系列的活動 9月13號 正式結幕之後 9月14號 基金會特別安排了 一場的音樂會 那接續 由我們浩醫兄 有一個 時光漫遊 原本只有四個梯子 那結果一公布就被秒殺了 後來又加了三個 也有 用秒殺 未來是不是還有機會多搬一些 或是我們已經做了一個 時光漫遊的地圖 大家可以依照這個地圖 也可以自己去漫遊一下 台南夜間不同的風貌 另外還有一場 也是基金會的董事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蔣老師 蔣老師 在9月28號 在台南文化中心 下午 有一場的 光德美學的演講 非常的堅強 大家可以提早 來做報 那再次 感謝基金會 給我們的支持 謝謝 謝謝 謝謝